群体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美这一轮到底在争什么 继贸易战 科技战之后 中美博弈当下已经进入到了金融战领域 美国顶着巨大的压力 把利率一股脑袋加到了5.5 甚至还不断的数据造假 为自己继续加息造势 中国这边顶着经济通缩 房地产暴雷 股市阴跌等一连串的压力 就是横下心搞托而不举 只挤压高市的出点政策小放水 至于大招 捏在自己的手里坚决不住 很明显双方都在熬 比的就是看谁先撑不住 昨天跟大家分享了 美元潮汐如何洗劫全世界的财富 现在美国又走到了 要收割全球生产资料 给自己超发美元背书的一个临界点 甚至由于这一轮 美国的债务窟窿前所未有的大 超发的货币前所未有的多 而且还在持续攀升 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个庞大的经济体 用它的生产资料给自己背书 这样才能度过这一劫 放眼全球 谁有这个实力呢 当然只有咱们中国 毕竟咱们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 咱家里有全球最强大的工业体系 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实业 实打实的生产资料 只要解除金融管制 让美国资本进来控股 甚至只需要部分参股 那随着美元的疯狂买入 这些滥发的美元就获得了真实的价值支撑 美国的金融风险就可以大幅缓解 甚至是解除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华为 华为值多少钱呢 如果以苹果为参考的话 现在的苹果总是只是两万亿加美元 就算保守点算 华为去纳斯达克上市的话 一万多亿美元总是值的 如果让美国控股 甚至哪怕只是参股 那只要获得华为接近一半的股权 那就意味着大几千亿的滥发美元 找到了价值标的物 有了实体支撑 而除了华为 咱们中国还有大把优质的资产 大疆值多少钱 比亚迪值多少钱 更有那些中字头 他们又值多少钱 那些小一点的制造业龙头 又值多少钱 反正只要是中国放开金融管制 让美国资本敞开了买 美国的所有超发美元 都能找到生产资料背书 全都能给你消化掉 问题是 中国干吗 中国当然不干 毕竟我这可是真金白银的财富 敞开让你来买 你拿什么来交换 只是你的美联储印的滤纸吗 甚至是美联储电脑上的一个数据而已 单凭你美联储凭空印出的纸和数据 就想换走华为 比亚迪中石油 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大把的股权 你当我们傻呀 美国当然也知道中国不会干 但问题是 这些年它超发的美元太多了 再找不到合适的价值标的物 就会形成恶性通胀 美元信用乃至美国经济就会完蛋 所以美国只能想尽办法逼中国就范 毕竟除了中国 现在也真的找不到 谁家有这么多实打实的生产资料 和真实的财富 可以给如此巨大的超发美元背书了 所以美国只有逼 逼的办法就是疯狂加息 打科技战 贸易战 发小作文 在东亚制造地缘政治冲突 反正就是用一切办法 驱离资本和产业链离开中国 抽干中国的流动性 引爆中国房地产的大雷 然后让中国首先爆发金融危机 乃至经济危机 只要中国经济运行不下去了 市场崩了 那他就只能向美国妥协 而妥协的代价 就是要按照美国的意思 开放金融市场 让美国的超发美元进来 廉价收割中国的这些优质资产 只要中国敞开了大门 那美国这些年超发的这些美元 就可以冲进这个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和全球最大的工业国 在里面大肆收割 这些超发的美元就找到了价值背书 美国的通胀风险就此解除 而且他们收割到的这些中国优质资产 也将布三星的后称 成为给华尔街打工赚钱的工具 我们中国人也就将跟韩国人一样 丧失前途和未来 陷入那种空有GDP增长 但日子却一如既往苦哈哈的窘境 这就是美国这一轮金融博弈的目的 而中国这边呢 则是极力避免这一点 毕竟美国现在已经坐在了火山口 再收割不到足够的优质资产 庞大的超发美元没有价值背书 那就只能推动内部通胀 推动全球去美元化家具 而这种趋势到了一定极限 美国就会爆掉 一旦爆掉 美元信用就会使世纪的滑坡 美国就将陷入长期滞胀和打萧条 这个逻辑线条如此清晰 美国又已经走到了链条的末端 所以中国现在做的一切 就是一边死挺 一边积极推动产业升级 死挺是为了避免被美国收割 产业升级在金融战的角度 是给自己增加粮草弹药 就像华为Mate60横空出使 中国外国